摩根·弗里曼被16人执控性骚扰本人终于公开道歉 搜狐娱乐讯据国外媒体报道 著名演员摩根·弗里曼·摩根·弗里曼终于也在好莱坞性骚扰风波中中招了 最近有16名知情者站出来指控弗里曼曾有过不当的行为和性骚扰 其中8名女性是直接受害者 而另外8名则是目击证人 CNN的报道中 一位曾在时尚杂志担任过助理的年轻女性 说自己在2015年和弗里曼合作过 当时弗里曼就强迫她做一些非自愿的亲密接触 还每天都主动评价她的身材和衣着 让人尴尬 曾经有一次 弗里曼还试图掀起她的裙子 直接问她底下有没有穿内裤 知道同剧组的演员艾伦 阿金·艾伦尔克尔进门才停止 阿金看到了弗里曼的行为 非常愤怒地要求她停止 而弗里曼当时带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记者就这段描述试图采访阿金 但后者拒绝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另外一位受害者是制片公司的资深雇员 她说弗里曼在《惊贴魔道团》的拍摄现场经常主动评价剧组女工作人员的身体 我们都知道 如果当天要见到弗里曼 一定不要穿任何显露身材的上衣 不要露出胸部或臀部曲线 这就逼迫我们不能穿适合自己的衣服 其他几位受害者或知情人也都有过类似遭遇 除此之外 和弗里曼合作过的一些项目的Revelations娱乐公司成员们向CNN透露 他们的工作环境因为弗里曼的这些言行变得非常的烈 这其中包括了非自愿的触碰和颇具性暗示的触碰 受丑闻影响和弗里曼合作的多家企业都宣布暂停了合作 比如Visa集团曾多年都用弗里曼来拍摄广告或配音合作亲密 但今天公司的发言人也正重表态 我们听闻了弗里曼先生正在被指控的罪名 在当下这个时间点Visa会暂停所有弗里曼主演的广告 温哥华当地最大的公共交通公司Triance Lincoln做了相同的举动 北京时间5月25日凌晨 摩根弗里曼通过发言人发布声明回应指控 摩根弗里曼称 认识我或和我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会刻意冒犯或明知故犯地让别人感到不安的人 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不是或没被尊重 我道歉我绝对不是有意的 你很难 audience 或许再来 我说我答应